欢迎来到飞手百科2.0的第二期 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讲作为飞手必须要知道的那些无人机注意事项 第一个场地选择 想要爽飞首先要选一个合适的飞行地点 出远门的话呢我一般会先在DJI GO的线飞查询里面去查一查进飞区 不过除了红圈的进飞区其他的地方也未必能飞哦 比如说明星的演唱会高铁站核电站什么的 再比如你看到一个广场上保安拿着无人机反制枪 这时候相信你根本不会想要把你的无人机拿出来 出行前可以在百度大江社区天空之城等搜索一下 比如搜索巴黎无人机就会搜出大使馆提示巴黎禁飞的新闻 如果你在大江社区搜到了该地近期有很多的航拍作品 那说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啦 另外很多新手飞友知道不能在家里起飞后 就想着我下楼去小区里飞总行班 然后发现GPS信号还是不好 然后不小心就姿态模式炸鸡了 我们都知道GPS那20多颗卫星是缓着地球的 就算楼下能看到天空 也可能只能搜到两到三颗卫星 其他的都被楼房挡住了 就算起飞时勉强搜够了星 起飞后还是在高楼中飞 还是可能会进入姿态模式 而且呢小区人比较多 在人群上方飞是非常危险的 切记飞行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个遥控器注意事项 那我们来到了这里呢场地比较开阔 然后周围也没有什么通讯基站之内 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东西 我们就在这里飞无人机吧 想要不失控 遥控器的天线指向不能错 很多人想当然的觉得像家里的电视 空调遥控器一样 遥控谁就指哪 但其实呢无人机的遥控器 和我们产用的路由器的原理才是一样的 回想一下你见过的路由器 是不是都是天线朝上的呢 这是因为信号是环绕天线发射的 所以千万不要再用天线指向飞机啦 如果飞机在上方的话 天线就要这样摆 信号呢有发送就有接收 那飞机上接收信号的天线呢 是在脚架里面 所以飞机在头顶500米高空的话 信号肯定是不如飞机在500米远的地方的 刚才我们说遥控器的信号原理像路由器一样 所以你看在家里的时候 当你的路由器放在客厅 一旦你把手机拿进房间 WiFi信号就大大的减弱啦 遥控器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尽可能要让遥控器和无人机之间没有东西遮挡 以免失控 第三个 电池注意事项 我们的手机等电子设备都有电池 那为什么只有无人机的电池特别金贵呢 因为和手机电池相比 这款电池的能量足够有它的八倍 但续航只有手机的N分之一 这是因为为无人机提供动力 需要电池有非常大的放电能力 所以呢 无人机的电池在使用和维护过程中需要更加的注意 在APP里面打开电池界面 可以看到电池的循环次数 理论上一般电池能用上几百个循环 但如果使用习惯不当 电池不仅会寿命变短 甚至可能提前损坏哦 虽然呢 现在的电池都已经足够智能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哦 我们不要把无人机的电池长期的低电量存放 比如说我这次飞完无人机 那我有一段时间之后不会去飞 那我先会把它的电池充满到一半 然后再去放着 或者是把它充满电以后呢 电池过一段时间会自动放电到一半的样子 另外呢 就是不要长时间的闲置你的电池 要时不时拿出来飞一飞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的话呢 你把它过三个月拿出来充下电 让它自己放下电来保持电池的活性 如果你长时间没有使用这个电池 假如它看到还有一半的电 你尽量也要把它充满电再起飞 以防要有虚电 很多人在飞飞机的时候呢 喜欢把电池飞到只剩百分之几再降落 觉得这样可以多飞几分钟 其实这样是很不科学的 电池的放电曲线其实不是大家认为的一条直线 而是这样的 在电量很低的情况下 电池的电压会抖降 如果当你的电池电压极低的时候 还要强行飞行的话 很容易让你的电池过放 这样会让你的电池早早的折损寿命哦 OK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 飞手必备无人机注意事项的上期 那在飞行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请看我们的下期内容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可以关注我们的Hedros公众号 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哦 我是BB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